大家好 现在陈德避暑山庄的大门口 走 我们今天进去看一下 门票已经买好了130块钱 这边就是镇大门的门口 有很多的团队友 这大清早的来 人就已经这么多了 厉害呀 那边是买票的地方 票我已经在手机上买好了 已经进来了 这个里面哎呀真的是太美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松树啊 想我们就顺着大部队啊 往这个里面边走边看 这个地方始建于清康熙1703年 一直到乾隆年间建了89年 终于把它彻底建好了 可以说是绝对的中国的 五点园林的天花板 这边有两个铜狮子 建于乾隆1780年 中约五吨 然后右边还有一个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个狮子听导游说 当年小日本进来的时候 还想把它偷走 所以说还是逆经磨乱 最后还是留在这里了 有当地的居民在眼睛上 抹了那个猪血 然后小日本一看 他就把它吓走了 所以说能保留至今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里面有564万平方米 可能听起来没什么概念 大概有多大呢 我在地图上看的话 宽大概1.5到2000米 长大约3000米 大概有三个故宫那么大 所以说这个面积 是特别大的 今天能不能把它转完 不着急啊 慢慢走 看一下这些松树 哇塞 这应该都有很多年了 这个房子的这些木头 全部都是金丝栏木 这一根木头就价值27个亿 我是也是听导游说的 反正是价值年成啊 我们近距离来欣赏一下 近距离来看一下 这些金丝栏木 因为这个房子被别人给摸的 有损伤 所以用玻璃把它给照起来了 看一下上面 纯石木打造 没有刷任何的油漆 而且近距离里能闻到 那个木头散发出来的清香味 这木头价值年成啊 就是一根廊柱 价值27个亿 哇塞 不得了啊 行 往前再走一走 看一下这个里面 就是当时皇帝们 坐在这个地方 绝对的宝座呀 这个里面真的是摄影的天堂啊 这个环境 哎呀 这次来 确实相机现在也没有啊 我们只能通过手机来看一下 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棒了 光与影的完美结合 看一下这是什么花 长得还特别漂亮 特别是现在是早上 八点钟左右 这个晨光 好美哦 然后这个松树能长这么粗的 应该都有一百多年了 而且还这么高 你看一下 哇塞 继续往里面走 看看他们在这里又在看啥 只能在外面看一看 因为里面是进不去的 隔着玻璃往里面是看不清楚的 我们就在外面看一下 前面的这棵树 我刚才看了一下 有三百年的时间了 能长这么粗 相当不容易啊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长廊 真的 就是在这里拍古装照 你看看 是不是特别完美 在这里拍写真 哇塞 太漂亮了 看一下这里的 像这些比较粗的树 都是一百年以上的 好 现在还是比较安静的 也如果是下午来的话 估计游客会更多 我们继续往这里面 边走边看 穿过这道门往里面走 它这个门票是有效期 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今天买的一直到10月1号 都有效 当然一般的话 如果你住的比较近 你一天玩不过来的话 可以第二天再来 这个里面 我感觉比故宫要好看的太多了 故宫那个里面 我进去以后 太阳往里晒的 你连躲都没地方躲 这个里面大处都是树 所以比较凉快啊 那个故宫的话 它里面是没有什么树的 进去后特别大的那个广场 所以特别晒 所以说这里面 要比故宫好的太多太多了 那边有导游在讲解 他们听得津津入味 这些看到比较粗的树 至少都是年百年到三百年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里面走 让我讲的像导游那么的详细的话 那是不大可能的 我主要是看它的古建筑 还有这些树 还有这里美丽的环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避暑山庄的后花园 这个里面绝对是和之前所看到的 那个皇家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就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没有做任何的去改造 遗山傍水 从这个角度看那个小亭子 真的是特别的好 我们进去看一下 已经走到这个小亭子里面来了 看一下这个画面 就坐在这个南竿边上拍张照 完美啊 太漂亮了 它这个里面 这个水都是遗山傍水 看一下那个 那个山后面有一个 那是啥 这是建筑物还是山 哇塞 这个看不清楚啊 望远镜卖掉了 这个看着像山 但又像建筑物 看一下这个画面 特别的美啊 继续往前走 远处也是亭台楼阁 绝对是拍照的好地方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们 在这里拍照呢 看到我也是心痒痒啊 你说这么好的风景 谁不想在这里多拍一拍呢 你看一下远处的那一排 那个牌坊还有亭子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真的是特别的好 然后再往左边看一下 远处的那个山上也有亭子 太棒了 看一下这个牌坊的正中间 旁边那块石碑上写的是水星蟹 走 穿过这个长廊 哎呀 这个正面真的是特别好看 走到了湖的另外一边 然后再从这个地方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再看一下对面 远处那个树木的后面 有现代的房子 这样看出来 也是非常好看的 尤其是这个角度 能看到水中的倒影 完美的不得了啊 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 远处的那个亭子 真的是特别好看 后面那个山 要是能再高个一百米 那就更加完美了 对 尤其是这样看过去 特别好看 这里面是没走几步 看到的景 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远处的那个亭子 还有后面的山 哇塞 不愧是中国摄影之乡 绝对的摄影的天堂啊 这个画面怎么样 是不是很完美 这边大叔们在这里拍鸟呢 都是用的大炮来拍鸟 因为拍鸟的话 不用长焦镜头 你是拍不到的 这个相当于我那个望远镜的 八倍的望远镜的那个焦段 如果它是600毫米 800毫米的话 比我之前用的那个望远镜 看到的画面还要远 看一下这个角度 哇塞 这个角度真的是 特别漂亮啊 看一下远处 看一下这个角度的画面 正好有游船 这样拍张照非常好看 然后这边还有荷花呢 但是荷花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 看到了大片的荷叶 看一下远处 特别漂亮 陈德避暑山庄 中国古典园林天花板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